字幕志愿者 杜茜 字幕志愿者 杜茜 杜茜 足夾看運理小龍所有片段 我就覺得踢腿、側蹄 這個動作 開始不是側蹄, 手是這樣的 這樣跳出來 讓專家看過之後 就覺得旋蹄沒有側蹄的動力 沒有側蹄的動力有代表性 所以把手高一點, 這樣跳出去 更加有力 我揣露了他的意見 改變了我原來的設計 這個設計定下來之後 問題又來了 李小龍的功夫褲, 要參考 要找個人穿著功夫褲給我看 什麼線條 雖然李小龍有很多圖片 但圖片好像蒙茶茶看不清楚 每條線條是拉拉扯扯的 館裡想買這條功夫褲給我的參考 買不到 李小龍知道之後 提供了這條功夫褲給我 還有這個功夫鞋 一提出去之後 鞋的形和鞋底的紋是怎樣的 上面 不知道的, 又買不到 但是李小龍有 知道我要, 立刻拿來給我 最難是什麼?對我來說 就是包裝運輸和安裝 師傅跟我說 整輛車只能夠三尾鬆一點 超過三尾二 路途不讓你走 那怎麼辦? 後來他說 都可以, 整個帳 斜斜地地混過來 這樣混 那怎麼辦? 分分鐘四個多小時 從廣州開到香港 都散開了, 這樣做 這件事我半個月沒困難 師傅說 我想做的辦法 都是這樣放上車 高度抽出來 20公分 前面的路放氣 放了氣之後 硬硬好高度 好了, 到了這裡 問題 沒有吊機車能夠進來這裡 三尾半高的東西 這個大門只有兩尾三尾 好, 又有分地 先用板車推下來 推到這裡 怎樣上去呢? 上去台階上面 沒有吊機車能夠進去 師傅有想過辦法 用那個倉庫用的叉車 那個叉車改裝了之後 前面加一條很長的吊臂 他為這件事 師傅在自己那裡 撕了整個禮拜 使用這個方法 吊起360キロ 超過三百六 整個叉車會翻 他說, 你放心 朱老師, 你放心 我試過 你這個只要三百四 我能夠吊三百六 你放心 吊起之後 底下有幾個人托住 一定沒問題 他不拍一萬 我只拍萬一 我提前吊彈 那天他整個身體都在後頭 沒問題 你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